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众所周知 兰博基尼是一家专门生产超级跑车的一线车机 在这个全民SUV的时代 出于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选择 兰博基尼公司也不得不一改往日 只做超级跑车的公司理念 正式向SUV界进军 兰博基尼EURUS就是该公司在此决定下的产物 兰博基尼一直以酷炫的外形 和无与伦比的速度立足于跑车界 而这款最新的兰博基尼SUV 也是延续了家族式的外形和速度 作为一款SUV 能实现最大马力下每小时310公里的速度 已经是逆天的存在了 恐怖的动力输出堪比高铁的速度 怪不得常常有人戏称兰博基尼为怪兽 而外形方面 虽然具有大尺寸SUV的车身尺寸 但是造型上却不出其下的其他跑车车型 极具张力的前脸 三孔式的进气格渣 棱角分明的线条 无一不再彰显它的颜值地位 内饰方面也相当豪华 毕竟在国内定价为313万的高昂价格 没有省钱的道理 内饰在细节处理的很好 也可以看出这些大品牌汽车厂商的底蕴雄厚 内部空间宽阔 坐在里面舒适感一下就可以体验出来 这也足以看出 兰博基尼这次进军SUV界的决心了 对于这样一台超高颜值 并且超强动力输出的SUV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这样一般的上面 没什么看法呢 这也是这么一般的